两名警察来到灵梅家 希望灵梅算出杀人犯的下落 灵梅根据塔罗牌的推算 认为这两名警察中的一位很快就要领和饭了 恶魔一看灵梅泄露了天机 于是便向灵梅提出了警告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墨西哥的恐怖片《憋西部》 大老王是一名警察 老来得子的他最近心情非常的好 和大老王的儿子一起出生的孩子 还有玛丽亚的儿子小正太以及其他一些孩子 等大老王接到任务走了之后 恐怖的一幕在医院里发生了 一名表情僵硬目光呆滞 被恶魔控制意识的护士来到了御英室 齐里喀叉把这些孩子全给杀了 由于玛丽亚的儿子并没有在御英室 因此才躲过了一劫 忙活了一天的大老王刚准备下班 同时便把他儿子被害这个恶号告诉了他 大老王一听当时就疯了 五年后美国超自然鉴定司的眼镜哥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在墨西哥边境附近的一个学校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名12岁的男孩枪杀了多名5岁的孩子 这位眼镜哥不仅是超自然鉴定司的主管 同时也是一个神父 他一直在调查五年前医院婴儿被杀的事件 五年过去了 当初和大老王的孩子一起出生的小正太也长得人眼人爱了 他老妈玛丽亚是个单身母亲 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费 小正太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他和表哥在学校遇到了魔鬼 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 警察大老王和搭档啤酒肚很快来到了现场 自打五年前儿子被杀之后不久 大老王的老婆也喝药自杀了 这个枪杀幼儿园孩子的十二岁男孩 跟五年前杀害大老王孩子的女护士一样 在杀完人之后便自杀了 凶手的老妈哭得像个泪人 根本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这场枪击案中 玛丽亚姐姐的儿子也就是小正太的表哥也不幸遇害 本来小正太也应该在学校 但由于生病躲过了一劫 玛丽亚的姐姐向大老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说在出事的前几天 一个带着灯梦的光头神父告诉他 一些坏事将会发生在他外甥小正太和他儿子身上 光头神父说悲剧还将继续发生 五年前发生在医院里的那场多名婴儿被杀事件 跟这次的枪击案是一回事 建议警方变案处理 枪击案发生不久 美国超自然鉴定司的眼镜哥 便带着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 眼镜哥的团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当天晚上小正太又做了一个噩梦 这个噩梦很快就应验了 转过天一帮孩子正在游泳的时候 被恶魔控制了一时的保洁员 拿着两根电线跳进了水里 再次造成了一大帮孩子的上亡 根据眼镜哥的调查 在枪击案现场发现的指纹 和五年前大老王儿子被杀时 发现的指纹一模一样 警方在询问了受害人的父母后 查到了那位光头神父的身份 眼镜哥说这位光头神父 曾经是前耶稣教会的神父 由于在罗马举行撒旦仪式被开除了教级 五年前大老王的儿子被杀后 有人看到光头神父曾出现在育婴时 枪击案的当天 光头神父也曾在学校附近出现 接下来警方和眼镜哥的团队 开始调查光头神父的下落 但由于没有任何的线索 他们只好去求助一位灵媒 但灵媒师不仅没有算出光头神父的下落 还说大老王和搭档皮友杜两人之中 必定会有一个人挂掉 转过天 玛丽亚带着儿子小正太到超市买东西 两人刚走到超市门口 就被光头神父及其手下也绑架 而与此同时 一名背着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超市 当场就引爆了背包里的炸弹 可以说如果不是光头神父 玛丽亚和儿子小正太就挂掉了 警方根据搜集来的线索发现 在校园枪剑和游泳馆发生的电机惨案中 本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小正太都幸运地躲过 包括五年前发生在渔营室的案件 三起惨案的发生小正太全都躲开了 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 根据爆炸现场一名幸存者的讲述 爆炸发生前 他曾看到了那名光头神父 这位光头神父曾主管过一家儿童教会 儿童教会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一些单身母亲家庭 以及孤儿和妻儿 随后大老王和搭档以及眼镜哥 去车前往儿童教会 由于这个儿童教会跟多起儿童失踪案有关 因此几年前便已经被废弃 消失的光头神父也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三个人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一些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进到一间屋子里 发现这个房间已经被封印了 看上去像是为了对付恶魔 这时候一个倒在地上的耶稣像突然开始说话了 不过这位说话的口气显然不是耶稣本人的 听上去更像是恶魔 恶魔借用耶稣之口跟大老王谈条件 如果大老王能替他杀一个孩子 那么他不会再制造其他的惨案 恶魔还用大老王的老婆孩子作友 如果大老王答应 那么他将会复活大老王的老婆孩子 恶魔制造出的幻觉让大老王有些迷失了 当他正在狂揍眼镜哥的时候 光头神父出现 上去就把大老王给点晕了 等大老王醒来之后 光头神父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玛利亚的那个儿子小正太就是人类的救世主 恶魔为了干掉小正太 在五年前小正太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动手了 包括校园枪击案 游泳管惨案和超时爆炸案 其实针对的都是小正太 不过在光头神父的保护下 恶魔一直没能得逞 接下来的计划是 必须让玛利亚和小正太越过墨西哥边境 进入到美国的一家修道院 那里有能够对抗恶魔的资源 但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 想从正规渠道进入到美国境内是不可能的 大老王和搭档利用警察的身份 跟墨西哥贩毒集团搭上了线 贩毒集团为他们提供了一条 进入美国境内的秘密通道 这条通道四通八达 里面布满了陷阱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一命呜呼 由于里面的岔口太多了 这帮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时候我主耶稣给这些迷途的羔羊 指了一条名道 一帮人往前走了没多久 进入到了一个邪恶的礼拜堂 光头神父建议马上离开这里 但这时候大老王被恶魔给疯了身 光头神父也没客气 直接开始对大老王进行驱魔 恶魔显然是有备而来 利用大老王很快就把光头神父 和眼睛哥给摆平了 玛利亚一看大势不好 抱着小正太仨子就跑 恶魔则在后面紧追不上 玛利亚和小正太终于钻出了地道 但恶魔也紧随而至 负责在另一头接应了 大老王的搭档啤酒度 急忙上去支持大老王的行为 大老王虽然背负了身 但他凭借自己的意志力 一直在跟恶魔对抗 不过恶魔最终站得上风 大老王一枪就把搭档给毙了 这也验证了灵媒当初说的话 他们俩之中必定要有一个人挂掉 随后被恶魔控制意识的大老王 抢过孩子就准备通下杀手 玛利亚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一把砖把大老王给派蒙圈了 几个人又返回到了通道里的礼拜堂 苏醒过来的光头神父 决定跟恶魔来一次终极PK 不然恶魔会一直追杀小正太 被恶魔附身的大老王 像疯狗一样被拖了进来 并被光头神父的手下 钉在了十字架上 恶魔猖狂的叫嚣着说 只要大老王不死 他就不会离开 双方经过斗法 眼镜哥不幸被恶魔给捅上了 接下来是光头神父 和别习补恶魔的较量 为了挽救大老王 光头神父把别习补 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然后将别习补囚禁在了一块大石头里 大老王醒来之后蒙圈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有多么的疯狂 重生之后的大老王 由于扛住了恶魔的折腾 因此成为了保护救世主的江湖人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人类发展到今天 靠的不是鬼神仙 吃妹王两妖魔怪 全是骗人瞎胡编